《啤梨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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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與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回到第三節 今節的嘉賓有黃蓉小姐 剛才小米一認就認得 這個是不是黃蓉 我問你有沒有 我只給他一個眼神 你給他自己 他去看看 也很感謝黃蓉 今天他來到 當然你來到 我也想問一下 首先他送了一本 寫真集 可能今晚我就會忙些 幸好明天他放假 順便今晚看波 之前也有些東西 就熱一下身 我記得 你是出過他寫真集 做過無故事 我覺得寫真集 那時候你也算挺出位的 好像是 跟那個男主持 那時候吃蕉 我也是寫真的宣傳活動 其實是 然後 其實這個主意 其實不是我想的 就是我朋友 剛剛 都是免費幫我做 MC 然後他就說 你寫真要想一些 gimmick出來 因為那時候 那個人都很激 那個時候 是不是已經是周秀華 那些傳媒 是的 很多 競爭的對手 他說 你還要想一些 激一點的東西 其實除了這個 為粉絲食招之外 然後他還幫我想了一個就是 立刻脫下 我熱辣辣穿的泳褲 不是 一套泳衣送給我的粉絲 就是在穿著的 是的 其實我裡面自己都有 就是自己有一條內褲的 OK 然後立刻脫下來 誰知道那個粉絲就放了 自己的頭 但沒有夾過 就是那不小心那款 是的 他就立刻套上去 然後又是成為了 就是很多傳媒朋友 就說好笑 又是以為是 就是我搞出來 其實真的想不到 那些粉絲是 立刻這樣 將著辣辣的 泳褲凹在頭上 嗯 但是你再說回 一開始你做到 是做無突然 還是怎樣 我一開始 其實就是做一個叫做 rap j 的 scene 那時候叫做 就是現在的直播主 就是好像17那些 類似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 做了是一天的 一天 為什麼一天 一天就不做呢 因為其實那個是叫做 成人網站的rap j 那之後呢 就是跟我談的時候 就是跟我講 就是你穿得很性感 這樣聊天 就OK 但是誰知道第一天 開始做 就是好像這樣 跟觀眾聊天 但是第一天開工的時候 就是 那些觀眾 令到我好難堪 完全是 然後我記得 我是完成不到 那些工作 然後我就打開 怎麽為之很難堪 我記得有個個案 陳梅興 當時在做 就是聖在任 叫 那些觀眾要他脫衣 他脫衣 他脫衣 脫衣 他戴了雨貼 都被觀眾罵 陳梅興就哭了 是不是類似 例如要你脫衣 或者問一下 一些關於性器官 他那些事情 是怎樣 他是叫我要 扮高潮的樣子 還有他是 講一些很侮辱的事情 然後我就 真的馬上出去了 哭 然後我就 我接受不到 以為可能穿一些 很性感背心短褲 聊天 但是當 有些很 自己覺得很不舒服的要求 我覺得很 我應該做不到這個工作 但是當時他那個play好不好 那個play 哇 已經是二十年前 我都不記得了 是 但是因為那個wrapj 然後我就出了很多個雜誌封面 那時候就出了便利 然後就開始就被很多人認識 然後就不停地拍了很多不同的性感封面 那你說那些人找你做wrapj 是那些朋友介紹 有沒有簽經理人 那時候是casting的其實是 是 就是你自己去飲證 就去casting一個job 但是你又會有興趣呢 就是你不怕 三級 那我打算那時候 那時候十幾歲 我打算是 真的穿著很性感的衣服 聊天我就ok 但是那時候又要你 拿著這個ball 又要自摸 又要摸上摸下 我真的接受不到 我猜不到是 就是要這樣去 但是有沒有看其他的女主持 是不是願意她這樣做 就是又會自摸 又在那裡扮高潮 那些東西 那時候是第一人 其實都可以說 是 那時候其實是很流行wrapj 但是你說性感的wrapj 可能是第一人 所以沒有之前 你沒有說前方去看 有什麼人做過什麼 那完全是很新的 那真的是接受不到 是 當然後來去到一些網站 甚至是那些人會自己是露燒點 智慧那些 就是後來的發展 我不知道有這些 當然是 就是去到 那於是 你說拍了很多封面 嗯 是否拍了封面 就是帶來給我 都是 因為其實這個wrapj 它才有得去上便利雜誌做宣傳 嗯 但是那個封面就寫了 我是成人網站wrapj 性感 其實那時候 十幾歲的女生 嗯 性感 是很少 而且我第一次去拍這個便利雜誌 雖然我很感謝她 但是也是令到我 又是 有一點點難堪 嗯 因為我第一次去拍的時候 我打算是穿泳衣 三陷式泳衣 嗯 我也可以的 但是她 她沒有告訴我 但是我脫掉了衣服 然後畫了個身體painting 有紅色的泳衣 但是我那時候是 就這樣穿著雨貼 然後就畫 我身上畫了一個紅色的泳衣 嗯 其實我不是太接受到 然後我還記得她有一個主題 就是想了一個形象 然後就 還有一個西瓜 然後切了一個西瓜 然後擺在下面這樣 擺大兩個鼻 然後有個西瓜開了一邊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哎呀我真的其實 我是不是太接受到 但是當時你敢不敢說沒有呢 不敢的我是 因為我覺得 你去到攝影棚 然後你沒理由說 我不行 而且她其實 完全沒有跟我溝通過 是要拍這些相片的 嗯 但是 我當時網站 某個經理人跟我聊 原來是 哇 要脫下衣服 要穿一個 兩塊雨貼 然後就畫泳衣 在你身上 就這樣 都 都幾 幾接受不到 我拆開一句 有點無聊的問題 嗯 我畫的時候會不會很癢 呃 呃 女仔畫的 是 都 我已經想不到 那個人其實是 害怕得 要在我身上這樣畫 嗯 雖然是女仔 但是 對於我剛剛入行 十幾歲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 哇 很大的突破 可能別人經常以為 哇你拍照經常這麼大膽 其實我開始的時候 我試過拍一個 新蚊地的封面 然後他也是沒有跟我說的 嗯 我以為是拍泳衣 然後 他就叫我的泳衣要 掉下來 然後 捧胸 假裝好像沒有穿 是 然後我又是馬上衝出去哭 嗯 是 然後之後再見回那個攝影師 在北部的攝影師 他拍照很厲害 然後他都問我 你記不記得你之前拍泳衣上 然後你衝出去哭 我其實我記得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哇你是一個很開放的女生 但是其實一開始 其實都不是那麼接受到性感 嗯 那麼去到幾時開始 就會接受的 其實都是 慢慢拍一下 就變了 噢 都拍了一次 跟著第二次 就是所有人其實都會找你 都是拍泳衣 就是等於是 比如有時候 還會是可能 一次生 兩次熟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是開了頭 後來都 都習慣了 會是越拍越誇張 越拍越誇張 越誇張 後來更誇張一點 可能就是 都是意識上面 就是捧 就是要拿著 啊 嗯 或者一些很 就是要你擺一些 就是攝影師會說 你當我是你男朋友 你嘗試擺一些很勾引我的動作 我心裡 都會覺得有少少 不是那麼舒服 嗯 嗯 嗯 那 講回剛才你說電影 第一套找你有份參與 他的電影是哪一套 叫做 九個女生一隻鬼 噢 即是Cookies 是啊 是啊 那時候我是做 薄餅隊的隊長 即是去Cookies隊 那我就是 薄餅隊 即是去對校的隊長 但是最搞笑的是 我那時候去Casting的時候 我本來不是做這個角色的 是 我本來是去做 陳欣健的情婦Casting 去做這個角色 這麼年輕的情婦 陳欣健有嗎 他 但是我覺得 導演很開心 然後導演他就覺得 他看到我的人 即跟我聊天之後 他說其實 你都可以試一下做 薄餅隊的隊長這個角色 他說我 其實不用一定是 經常走出來 是做一些很妖艷的女生 他說 他看中我 其實我那時候都很喜歡運動 然後他就 說薄餅隊的隊長 是要玩很多運動的遊戲 然後就選了我做這個角色 那我經常說 拍電影 要自己爭取 有沒有說 有些人說 可能要放下山電 或者甚至有些前規則 你在影圈 你都拍過幾部電影 有沒有遇過 別人向你這樣的提問 或者建議 都有次數問過 其實有一個 曾經有一個導演 但我沒有拍過他的電影 後來 他就約了我出來 在酒店裡聊 然後他跟我說 我在上面有一間房 然後叫我上去聊 然後那時候我很害怕 然後沒有想到其他 但我上去聊 之後 真的進去他 他走還是房 那時候有 但是沒有下一步 然後我很害怕 然後他叫我坐下 然後我 我有事先走 然後就離開了 幸好我走到 那時候 但在房間 他有沒有說 穿著什麼衣服 他沒有穿著什麼衣服 我們是在酒店的Lobby裡 聊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就說 有間房子在上面 我們在上面再聊 但其實他說上房子 你都已經明白了 其實我也有點害怕 但不知道我腳這樣跟上去 但是我想 糟了我 我要怎樣去逃走 然後我就說 不行了我真的要走 然後就走了 即是他也沒有阻礙你的 他沒有阻礙我 但是最後也沒有拍到這部電影 但是他有潛意識地提過 如果我可以讓你做女主角 看看你會不會做 類似是這樣的 暗示 嗯 那你內地都拍過 有些人說是陳小春那一幕 那是不是應該是 壯麗渣別人 是啊 壯麗渣別人 就是那一幕 是否算是你 其中一幕 令到你知名刀都上升 都是其中一套 剛剛拍了很多個便利封面 那時候 之後有導演去找 嗯 因為那套 始終也算是 真的有個 主角一點的角色 不是做學生 後面那樣 這套戲都很性感 他講明都說要很性感 裡面那些 穿的衣服是真空的 不可以穿衣服的 但是容易走光嗎 很容易 因為它是深入地下肚臍 簡直是 很厲害 那拍的時候 不是經常走光嗎 都沒有你那麼多 是 都豁出去了 但起碼我覺得 你電影是一個作品 嗯 我覺得我值得去 還有劇情真的需要你 拿路 不是你無緣無故不停不穿衣服 對 所以我都可以的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的一套電影 因為那一刻就好像是 強人被 對 拍得很逼真 真的很逼真 都很逼真 都很逼真 因為它真是 會很用力地扯你的頭髮 是 還有真是很用力地把我 扔到沙發上 是 不過它事前有說的 嗯 它說我會怎樣做 都會說的 嗯 那之後還有些什麼 百年好好合 一套好像 百年好為鄭世民 本天王 是啊 這套 這套就 不是這套正常一點的 不是 只是穿著一個泳衣 還有都是 攤落 古天樂的大腿 還有其中一個女朋友 嗯 這個就沒有什麼 太過肉薄的戲 但是一套 善人 和洪章家輝 一開幕 有一套 都是 很肉薄的 又是 他只會伸手 入我的衣服 上面還是下面 上下 上下 上下都有 然後我記得 我拍這場戲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的 然後他們幫我預備了一些酒 其實我本身也不太喝酒 嗯 我記得我喝了一些酒 我和張家輝 都是在拍這場戲的時候 他有告訴我 我會怎樣做 我當時 真的 還有會疼到 舌頭會伸進來的 然後喝了酒 即白色那些 是的 然後喝完酒之後 我記得我是暈倒了 因為喝到 我很害怕 很害怕不停地喝 還有你知道等這場戲的時候 不是馬上拍的 嗯 然後是不停地喝了很多酒 喝完之後 然後我是 哇 我完全是睡了 我很沒力氣 然後是 劇中安排的車 送我回家 即是拍不到 不是拍完之後 對 因為其實我都很被動 因為它很主動 這樣 一個很欲薄的戲 其實那場戲是 剛剛一開頭的 十秒左右 十五秒左右 但是 然後就是很害怕 那一段自己喝酒 但是鏡頭是一會兒 實際拍了它 不 拍了也很久 但是你在電影上 你剛剛直接開頭的 十秒左右 是嗎 是嗎 哦 我覺得一套好像你和 有很多性感女神 林亞絲 諾諾 哦 這套也是 陳超超 是啊 很久這套是 但是這套是說 我是做一個旺角的少女 這套不是太激的 沒有這些說得那麼激 但是你說要和這麼多性感的 女藝人一起拍 那時候會不會 大家私底下 會不會 可能大家會鬥一下身材 甚至有些會不會 大家 有些 你技巧我記下你這些 反而拍戲就沒有 嗯 因為拍戲它其實都會 預備了些衣服 還有說了些劇情 那就不會特地 是這樣去想出位的 但反而在寫真的宣傳 其他那些 女的那些 寫真的 的女生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嗯 也應該不少是非 也有的其實 就是 真的會 譬如你出去活動的時候 那時候整群女生站在那裡 真的我試過被人用手肘 撞你 是嗎 還有人不停地 啊 整群人阻礙你半塊臉 OK 大家都會是欠了一個思維 因為其實很多人去這個活動 很多人都宣傳 然後就會 整群女生 那些人真的會 哎 然後就不停地撞你啊 踩你啊 這樣站在那個思維 是 會見到那些人可能 初時都沒有這麼性感 然後就 哎呀 又跌個薄 又不知道 又走光 真的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出現 其實 那有沒有說 就是做Lambo也好 做電影也好 有沒有 即是說你有沒有 那條底線給自己 又有 但後來都不斷那條底線 其實越降越低呢 嗯 其實你說得對 其實初時的底線 就是我自己接受到 真的是三點式的泳衣 嗯 但是到去到你真的拍攝的時候 你是會無端端覺得 哎呀死了 我會不會累到別人 別人都已經預備這些東西 覺得 哎呀我這樣說 我說不拍 人家會不會被頭罵呢 嗯 會想很多這些很無聊的東西 但其實現在想起 啊為什麼你不跟我溝通好先 但是你就 一來就 就想了這麼多 嗯 這麼古怪 這麼主題 永愛拍攝這樣 那如果今時今日 那就回到以前日子了 那就不要說幾個年前了 那麼 給你會不會再選一個 會不會入圍樂圈呢 我會 因為其實我是很喜歡這一行的 嗯 就是你很喜歡表演還是什麼 我很喜歡表演 是的 我很喜歡 就是享受這個舞台 還有很珍惜每一次 就是演出的機會 無論是大大一點 可能就這樣一個鏡頭 我都會很喜歡 嗯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 譬如負面新聞 那些會不會都 就是會 對你有影響啊 就是心情有一點 嗯 我以前不會的 其實 但是我現在反而就 沒有你那麼多 尤其是可能 那些網民罵你那些 我以前是 就是每一個留言都會看著 我 哎呀我 不是好像何太太 看到明天四點 哈哈 都會的 就是每一個都 哎呀為什麼他會這樣 說我的呢 嗯 我不是這樣的人 嗯 然後為什麼經常說你 很便宜啊 很噁心啊 就是會有很多這些 不好的事情 我會很在意 但反而現在我就 不要緊要了 你罵我 嗯 因為你之前都想去參加 《全民巨造星》 啊是啊 都會有不同的 句評語 是否當時已經就看淡了 不 這個 我真的都令到 我的人生都很大的打擊 嗯 因為其實我參加這個 《全民造星》都是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 有參加 而且我又覺得 我本來很喜歡看這個節目 是 我很喜歡看 我是這個節目的粉絲 本來 就是你覺得你在裡面 跳舞會是 會出色一點 唱歌的事情 嗯 我覺得我 我真的 我給了很多時間 去練一隻舞 因為 參加這個Casting 他有講明給你聽 有一段時間去預備 你要預備一分鐘的唱歌 和一分鐘的跳舞 我都有預備 我很好地預備 但是 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接著 我還沒走進去那個麥克風 有一個麥克風在這裡 然後我覺得 我走進去 只不過是 用一個很開心的態度 走進去 然後我已經被花姐指我出去 然後 你再出去 走一次給我看 我覺得你很不尊重這個唱歌 我很無奈 為什麼呢 我只不過是 我很開心地走進去 然後他就指了我出去 然後我已經看到一個人 嘩 我很害怕 然後我預備了唱歌和跳舞 我覺得我都不是做得那麼差 然後我說 你知道嗎 你跳舞跳得很難看得 其實我跳舞都學了一段時間 嗯 但是這些通常他們是要 說一些比較hash的那些事情 才有那個 就是三筆也好 才有那個鏡頭 是嗎 我都答得 你可能說我一次就OK 但是他整個面試 他用了我整個15分鐘至30分鐘 他不停 罵完一個點 然後我又再很努力地表現 然後他重複都是這樣罵你 嗯 然後我已經忍住 我好像很想哭 然後說 你哭吧 你想哭就哭吧 然後就 嘩 這樣哭出來 嗯 當然哭就是別人有那個鏡頭 那做電視是嗎 但是我覺得 令到我都 實在太過挫敗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沒有準備的人 他說你覺得你沒有準備 你這樣也叫沒有準備 那你排了一支舞 怎麼都要有時間 還有我覺得 我又不是真的唱得那麼難聽 就是你跳舞很難聽 你真的唱歌很難聽 然後我覺得 真的很受到打擊 那這件事之後 有沒有令到你在娛樂圈 繼續發展 想改變他的方向 那又沒有打沉我 但是我 我完了這個Casting 在九指 我在外面 自己慢了 不停在那裡哭了 我覺得 哎呦 好偉啊 嗯 但是都沒有打沉 反而令到我更加 我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因為去到今天 樂樂圈 日子都不算短 是啊是啊 你覺得做不做到 你當初想要的成績 嗯 成績 其實這一行真的很靠運 我又沒有想到 自己一定要去做到一線 反而我覺得 如果我繼續在這一行 可以讓我拍戲 表演 我也很開心 嗯 嗯 那我們下一節 繼續去問一下 因為你都 近年都有其他的發展 甚至 上一次阿爾來 都是這樣說 這個黃龍很有義氣 好朋友 究竟其實 你跟阿爾的關係又是怎樣 前輩子又說她結婚 搞到我們有些 男網友都非常之傷心 那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們下一節 就繼續說